科幻電影明日戰機昨晚舉行慈善首映女 一眾主演古天樂、劉青雲、劉嘉玲及姜浩文出席之外 亦都獲一班圈中好友 包括吳君如同另一半陳學生、張繼聰謝安琪夫婦、劉沛恒、吳紹軒等等支持 明日戰機由籌備去到開拍去到上映 用了多年時間製作 劉嘉玲亦都感性感勉勵及支持古天樂 在沉默的路上是很孤獨的 但是我覺得我們都要繼續奔心 在自己的路上 我很欣賞和感動 古天樂先生又出現又出來 去拍一部香港史無辭的一個方案 和這個嘗試 那條路是很辛苦的 可能你暫時得不到大家的贏同 但是我們都不可以忘記 我們最初的夢想 一定要繼續奔心 我覺得 只要你繼續這樣努力 始終有一天 大家會看 所以我希望大家會 堅持支持這些夢想 支持你的夢想 我一會都會在你身上 對於明日戰機優先場反應都很好 故仔表現非常之開心 很開心 很開心 聽到他們有這樣的反應 因為 報喜 終於我兒子 終於見到大家 聽到他們這樣的反應 我都 很欣慰 很欣慰 對 那想要收多少 有沒有預計 我不用特意去想這些 盡力去做 已經可以了 教玲說會包場跟朋友一齊欣賞 其實我今天都請了幾十個朋友來看 因為其實我自己都很興奮 因為拍攝到現在都很長一段時間 其實故仔說有些trailer給我看 我說我堅持要去戲院看 因為這些科幻片 在戲院看整個效果是 尤雲說自己從來都沒有想過會拍科幻片 中形容這是一個很奇妙的旅程 我覺得 不真實 不真實 是啊 即是說 那部拍科幻片 我真的覺得不太真實 即是 你真的去拍攝的時候 你見到 有一個很大的製作 籌備了很久 才有些比較實質的感想 即是感覺 至於最難忘的事 清雲就說 是能夠見識到從來都沒有接觸過的事 即是我們經常以為 我們跟一班人 穿綠色的緊身衣 一點點 大家對著 好像德德B 這樣黏著頭 即是原來是不是的 即原來真的有很多實質的報警 有很重的規格 即是 即是 一般拍電影 那個分別不是很大 即不是經常對著那些報警 去自己做戲 對於有子明一戰機 在內地上映的時候被偷票防一試 故事就說已經處理當中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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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